往天王啊 往天王啊 没想到他顾名调音 竟如此的明星 各位乡亲父老 各位的盛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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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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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枉了 冤枉是冤枉了 冤枉了 冤枉是冤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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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听着 大家听着 本府那河南府知府许云堂 今日奉旨 奸战抗旨为止的情犯马松友 这一切呢依法行事 若是再有喊叫鼓掌 惊扰法场之人 本府一定将他一笔拿下 从重致罪 老公 杨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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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三人 乃是营业的香参啊 营业的香参啊 香参 既是香参 却为何如此大胆 法场声音 岂容你们擅闯惊扰 大人 我等是逼不得已啊 来为马大人请命的啊 大人 马大人确认是阵迹灾灾民 散开粮仓 请大人网开一面高抬贵手 不必 请大人高抬贵手 大人高抬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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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后 伟治抗只乃述轻犯 就算本府想饶他一命也无能为力 你们三个乃不以百姓 却胆敢做一分之想 来人啊 大人 马大人 把他们三个给拖出去 若是战友纠缠不休 则四通共犯 一并问咱 你啊 马大人 马大人 大人 马大人 三位盛情 我马松勇来世再报了 马大人 马大人 坐 马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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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百姓偏向马松勇 此案只一块刀斩乱马 速速了解 否则咋身变了 马大人 来人哪 在 将犯官马松勇押上刑台 是 马松勇 身在朝廷 直思献领 实军之落 却不忠军之始 善开战备粮仓 为止抗之 罪在不死 本府奉旨奸战 还不跪下 跪下 杏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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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的胆子 竟敢劫发长 并非劫发长 而是如此好怪的 你杀他不得 你是什么人 你还不配知道 大哥 此人来路可疑 可能是马松有买空的杀手 不管你是什么人 先把他拿下来做 你我有缘迟早必至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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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碰我 别碰我 黄巢 可是有人喊愿 带着掌情 咱叫喊冤的人上前 你冤枉了 包大人 你冤枉了 你二人何事喊冤 包大人冤枉的不是草民 而是银县的大老爷 没错 仙大老爷啥是冤枉的 包大人 马大人他是个好官 却要被杀头了 求包大人去救救他 他是好官 他没有错啊 冤枉了 是谁要杀银县县县令 是河南府的支部许大人 求包大人赶快去 再次恐怕就来不及了 他如今人在何处 已经绑复发场了 好 你二人偷钱带路 王朝马汉 是 随他二人前举 即可赶赴发场 是 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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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本府一声令下 你二人就成了赤 不如你弃剑投降 本府念你身手不错 也算是条汉 可以将你重庆发落 笑话 你要胆敢叫他们放剑 只要射不死我 我手中宝剑绝不饶你 你可敢一试 大大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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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真的救星了 大大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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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流人 大流人 小青 我听你说 花大人的脸是黑的 这下可以见识见识了 有点 它只开木耳 你找河南国 莫非它还能管你的城 不 你看到那里欺贝 拜天行手 它如果真是清才 大人不愿意 十分敬仗 大人不愿 属下见过大人 原来他是一门长长 怎么回事 说来话长 大人不妨问我那位艰战的河南之府 许大人 开封府包拯 见过许大人 不敢 大人不敢来 封台之上待行之人 可就是银泉县令 马松友 包大人已经知道了 方才进城之时 有民众百姓拦住本府 要带拿麻县令护冤 他为止抗子 善该战备粮仓 本府奉有招书 并有金烈士孙大人手遇 一致将他问战 他何渊之有 大人 不要相信他一面之子 这其中内情曲折 马县令为止开仓 是为了阵迹栽命 战兆 以身为四品观戒 却还知法犯法 竟敢揭发奖 坏法计 本府也要将你依法论罪 请慢 战护卫并非轻率莽撞准 若无重大应用 绝不会知法犯法 他是你的属下 你当然屁活于他 詹某并非要劫法上 而是要为大宋朝 保全一位清廉镇职的好官 本府大胆猜测 这其中确实别有内情 否则百姓不会不顾一切 为他会冤 此地乃河南府自 莫非包大人也要插手 本府自下的案子 并非插手 而是非管不可 如此 岂不是太过了 何过之有 本府奉旨 清明待天寻守 所到之处 犹如圣驾清明 你要斩杀朝廷命官 而其中又有曲折之处 报诊焉得不管 本府奉有招数 本府奉有圣旨 何况 你哪招数 乃是圣上多年之前所办 如今黄河为患 栽离变业 那马松友 开昌正栽 本是权宜之举 你岂可不分清红照拍 假照书 而贤天明 一瞻了之 这件案子 报人管定了 报大人 你岂不是欺人 太甚了 并非欺人 而是旧人 许大人若还是不服 难道要报人 清除上方宝剑 才肯甘休 我求求 展护卫 属下在 将那马县令杰夫 请他下来 遵命 徐大人請放心 包庚一聲 兵公依法絕無偏見 這件案子 必當聲唐重臣 是非對錯一經查明 若是 那馬松柔確實有必死之急 本不自當尊重徐大人的斬令 下官馬松柔 參天包大人 多謝包大人 無需謝罪 目前只是代理一死 此案 本府還要詳加查查 重新審問 你若當真罪該一死 本府也救你不得 你若真有冤屈 本府也將還你一個公大 有包大人這千斤一諾 下官已經無憾無恨了 本府今天站住貴縣議館 請代為準備 下官遵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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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无须多礼 晚生许云标 参见钦钗包大 你自称晚生 见到本府也不下跪 你有何功名在身 晚生曾经纵迹 原来是个举人 想必是收读师叔 通晓义礼 不敢当 包大人命 本府重审马松游 善开良昌一案 徐大人该本案之首审 事已请来堂上旁听 本府理当道道 来人啊 是 给徐大人看座 是 多谢包大人 晚生于本案无设 却为何也要到案 不 据本府所知 你乃关键之人 本府也有话要当堂问你 自然也该到堂 来人啊 是 传拿抗执为止 善开战备良昌的 银县县令 马松游 下官马松游 参见钦差包大人 下官马松游 皇上曾有圣旨 全国各地设有战备良昌 西威一旦有战事征伐 供将士所用 未经奉旨 不得擅自开昌 为者 以抗执论罪 此一声欲 你可知晓 下官知晓 既然知晓 却又为何明知故犯 请恕下官愚昧斗胆 有几个问题 要请教包大人 你可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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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问包大人 朝廷所谓战事征伐 其故可是为了保朝廷设计 保黎明百姓 此乃当然 敢问包大人 目前边关可有征战 没有 战乱为人祸 何患为天灾 无论天灾人祸 都不得欠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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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何况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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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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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感谢观看 押他们回京之后 还要与元凶巨队当面对峙 一并论罪 遵命 看 上 郭队 这些案子千色之广 有多为当朝一品,位列宫卿 到时候,只怕你吃不下来 放肆 别说是当朝一品,位列宫卿 如此滔天俱暗 哪怕是玉叶金之皇亲国际 本府也将一体拿稳之罪 郭将军 上